吉安乡水源大桥上8号清晨有一名妇人因为酒醉露倒 但当时天色昏暗 机车驾驶没有注意到地面躺着一个人 不小心撵过去了 而救护人员虽然紧急到场抢救 但妇人当场没有了呼吸心跳 送医后宣告不治 留下丈夫以及三名年幼的孩子 清晨5点多天色昏暗 附近一个人都没有 继承车问将悠悠哉哉的开车上脚 没想到开到一半 车子突然上下晃动 问将赶紧停车查看 原来刚刚压到人了 救护人员10万火机将妇人抬上担架 送上救护车 因为她被车碾过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事发在花莲县吉安乡水源大桥的南下车道 清晨5点多 一名无姓妇人喝酒后醉倒在桥上 这时开计程车的周性驾驶 刚好经过 偏偏当下天色昏暗 视线不佳 驾驶没注意到地上有人就直接开过 妇人虽然紧急送医人 伤重不治 留下三名年幼的孩子 已经离婚了 可是生活还是还有在一起 就是为了有三个子女在这里 小孩子都很小 根据了解 无姓妇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 平时靠着社会补助过生活 丈夫眼睛看不清楚 待在家里带孩子 他常喝酒 喝完酒他都在干嘛 喝完酒就 走来走去 不太好 就会往外跑了 邻居说 夫人当天凌晨 曾先回家放好丈夫的电动车 就离开 没想到再次接到消息 近视发生车祸 声望一家人 天人永格 记者蔡杰 徐立琴花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Hughes 勧煙